今晚宝典,说说经典,也说莫疯上,轮到我上场 我是刘路徽,来自《沙拉月美丽》 我的讲题是,男女平等 随着时代与思想的变迁,现今社会也振振领主化 许多人对于男女地位的观点也已经倒过以前封闭了 男女平等也不再是一句口号 而是显而易见的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比如说随促可见的女性企业家、工程师 甚至是政治家等比比坚持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也代表着这个大时代的进步 人人是自由、平等 每个人都应该拥有基本的人权 在以往,男性被定义为粗犷油冷 女性则是温柔鲜性 我极不认同这个观点 我认为这完全是跟教育体系有关 男性喜欢玩刀动枪 女性喜欢针线女工 这完全是旧式教育制造出来的想法 并不是生物本能 因此男性可以当医生、律师 女性也一定可以胜任 在这里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经历 我曾经问过一位朋友 毕业后想要从事什么行业 她就说她想要带一名会计师 可我认为这个行业并不适合她 就叫她往行她科技发展吧 她母亲却说 女孩子待在办公室里写写字就行了 我当时听了心里真的很不平衡 我心里在想 谁说女孩子只能够待在办公室 女孩子还当上宇航员飞上太空了呢 总而言之 我很信心也很感恩 我活在这一个男女平等的时代 可我也希望某部分 还没守成规的民众 可以接受男女地位平等的这个概念 谢谢